今天講一下煮西芹的方法 有時西芹的方法太粗糙 吃的時候有很多渣 另一個方法就是用一條西芹 清洗然後撕開 這樣撕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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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條都是這樣 撕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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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舊舊都撕開 少許 少了渣 吃的時候會比較好吃 可以吃一點 撕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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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看 你不做一樣可以 切小顆 但做了之後 吃的時候就特別易吃 沒有那麼多渣 還有西芹煮的時候 可以炒幾下 不要炒太久 撕開 撕開 我 有時候 會 撕開 無機 撕開 那